大家早上蒙恩 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听从人 却常常不听从神呢 那是因为我们最想听从的是自己的心了 我们听从人 原来是因为我们想要听从自己 比如听从自己的惧怕 听从肉体的贪心 听从自己的自意和自恃等 当人说的话是合乎我们心意时 我们往往就很容易听取他的话了 比如我们因为担心自己的健康 就会听信人的建议 吃许多维他命和保健品等等 事实上人的心都是诡杂的 所以喜欢谎言不喜欢真理 但感谢神 借着福音拯救了我们 并将他的真理赐给我们 将我们能够用神的真理来寻找主的旨意 听从神的话来活 但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是我们的心灵在这众多神音的世界里 常常不能区分到底哪一个是从神而来的声音 哪一个是从仇敌撒旦而来的声音 而听从神或不听从神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在这世界里有看不见的灵界 而从这灵界来的只有神和撒旦的声音 我们的心灵是天天要对灵界的声音做出选择的 怎么说呢? 就是要么听从主 不然就是听从神以外 就是世界撒旦的声音了 比如我们要吃什么 要做什么 要不要去教会等等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总有许多意念 有很多的声音 催促着我们做决定 那到底要怎么选择听从神呢? 虽然我们面对很多的声音 但我们不要被冲昏头 我们要知道 人都是有罪性的 仇敌往往都是接着我们的私欲 来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声音 而神给我们的声音 是无论我们做什么 或吃或喝 都是为了容调神而做的 意思是说 你无论做什么 都是听从神而做的 所以在我们对灵界的声音做选择时 要先懂得区分神和撒旦的声音 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说什么 许可什么 限制什么 当我们明白了之后 我们里头的良知 会叫我们谨慎地选择 比如在你感到孤单寂寞 或有需要的时候 你不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寻欢作乐 或思意伤害自己 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负责 听从神来过地上的生活了 那既然我们需要对灵界的声音 做出选择 也必定有听从和不听从神的结果了 就像我们知道 亚当和夏娃听从神所带来的结果 对信徒来说 我们的结果要么是得着生命 不然就是失去生命 要么得冠冕赏赐 不然就是失去冠冕赏赐 就好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 上帝借着摩西在圣明记28章1-2节对他们说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祂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祂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各位 其实我们不用去追求 这个世界上的万物 都会自动追随我们的 不管是物质上的 或是平安幸福等等 但重点是 这一切都会有他们所带来的结果 比如 一个人天天想怎么赚钱 圣经说 结果他一定用很多的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人都很关注结果 对不对 若一个没有神的上班族 一直很关注工作的结果 那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被他所要达到的结果 来推动的 试想 一个被结果推动的人 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他的生活 一定会背负许多压力和惧怕了 但有真理的人 会用真理来寻找主的旨意 听从神而活 并把结果交托给主 他的心里就有贫 神也必定叫一切的祝福追随他 各位 我们要听从神的道 神的信实就必向我们献明了 所以我们今天 在主面前是有希望的 不管你的过去是怎样 有做错的或失败的 但现在只要你开始听从主 就有希望 这就是今天要强调的重点了 各位 在听从神的事上 我们一定会有许多的挑战 所以我们需要殷勤学习神的道 然而今天很多信徒 虽然都很殷勤和认真的在学习神的道 却不知道学习神的道的用意是什么了 我们学习神的道的用意 不是单单叫我们增进知识 乃是将我们懂得怎么寻求神的旨意 并听从祂 所以在学习神的道时 我们不要只单学知识 或只知道要做什么 我们乃是要知道主的心意了 若是主要做的事 我们也要做 基督教的宗旨 就是叫我们认识神 作为生命的主宰 然后知道 祂在一切事上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学习神的道 把这存证的道存在心里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怎么寻求和跟从主 并在我们的各样难处里倚靠祂 并且顺服道地 这就是主祂的道赐给我们的用意了 各位 听从神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了 当然我们在这方面仍然有欠缺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但是我们的主是完全的 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 是家庭、健康、学业或孩子事等等 让我们通过那存在我们心中神的话语 接着主得到来寻求和查验祂的免疫 然后跟从祂 这样的结果是神的祝福 必要随时随地随时地跟随我们 月神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成为愿意听从神的人 请不吝点赞考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